香港的地理環境就是坐東北向西南 凡是這兩個方位得到衰氣的時候 香港也會有大事 2月那時為什麼突然間一天有5萬人確診呢? 其實就是一樣走回這樣的風水氣運 但是去到5月5日到6月6日這個月 都有些擔心的 因為那個壞事又回到這兩個位置 真的過了這個日子之後才會好一點 Omicron應該是一路路向好的 好 歡迎大家收看《威嚴大義》 今集兩個嘉賓其實都不是第一次在我的節目出現 不過都很少出現 因為他們不是財經專家是《威學師傅》 通常我是找《威學師傅》的時候 通常都是過年的時候的 或者是非常非常大家看不到前景的時候 我就找《威學師傅》來看看大家可能有什麼預測 《威學師傅》有什麼預測 今集上集就找到盧師傅 還有最近很多比如有戰爭 然後大家你知道現在的疫情 都好像看不到盡頭 那股市說真的 在香港大陸A股都很慘 那些人說美股隨時都會倒 就是很多一些問題 那我們不如試一下輕鬆一下 找個兩個《威學師傅》大家熟悉的來講一下 究竟是不是呢 尤其是我們剛剛有一個新的特首 都是唯一一個 那究竟那個新的特首 跟李家超特首 會跟我們香港運程合不合呢 我覺得這些都挺有趣的 希望大家問一下《威學師傅》怎麼看 第一個師傅就是盧師傅 盧師傅歡迎你 你好 你好 劉雲臘師傅 Raymond他也不是第一次出現 應該是出現起碼兩次的 我記得他自己 其實在很多英國的媒體 英文的媒體接受訪問的 那其中其實在 Darwood世界世界經濟論壇 他是唯一一個被邀請的風水師傅來的 那原來在2021年 我剛剛才知道 劉師傅被HKMOB 即HK Most Outstanding Business的大獎 成為社會企業研究院 院的院士之一 Business 劉師傅什麼是Business 你看上去都變成了Business 是不是 都是當成了Business頒獎 是不是 不是 後面那個是 就是 那個 除了你做Business之外 你是對社會還是 有教育性 有些貢獻 那麼你可以 他就會請你做院士 明白院士通常很難拿 一定是很有reputation 才能拿到的 另外是 劉師傅在香港大學 社會科學的學士 就是通常很少的余學師傅是港大畢業的 就是 劉師傅的credit 我想大家上次 上兩次都看到 都知道的了 OK 劉師傅 再次歡迎你 你好 謝謝 首先想問一下你 李家超先生 可能是做下屆特首 最多的 林鄭就好像跟香港的運程 一般配合 是不是 李先生 你有沒有看到李家超 其實林鄭就剛剛是八運尾 轉九運的時候 這個就 獨盪一點 未必是她個人的問題 而是 香港的風水轉的環境 開始轉 我們 我上次 都在這個節目裡說過 香港的地理環境 就是 坐東北向西南 凡是這兩個方位 是得到衰氣的時候 香港都會有大事的 上次的 這個 就是 很多 暴動的事件 都是因為東北西南這兩個方位 是得到衰氣 就是 香港的地理環境 我們說是 是坐東北向西南的 因為西南是水 是大嶼山那邊 那些來龍 就是由中國 入香港境的那些山脈 就是在東北來的 所以叫做東北向西南 所以這兩個方位 對香港特別敏感 另外 我們 禮賓府 又是 坐東北向西南 即是說 禮賓府的門口 然後呢 向西南 又是 剛剛就撞到衰氣 就是跟香港地理環境一樣 所以這兩個方位 一有衰氣 香港就有大事了 我也見過以往很多事 比如這個馬尼拉人治事件 這個 甚至埃及的熱氣球爆炸 就是有很多香港人在那裡死了 那就是這個黑暴 就是2019年黑暴 那甚至這個 剛剛過去的二月份 就是 就突然間 確診人數去到五萬多 都是這兩個方位 所以這兩個方位 如果那些衰氣離開了 就會好一點 那所以呢 我們其實很明顯 一到三月 經濟 就突然間就跌回去了 由三月五日開始是經濟 那好像三月五日六日呢 就由五萬 中確診一天 就跌回到三萬總確診一天 那跟著三月呢 是一直都好 那現在到清明 那氣氣又轉一轉了 那所以呢 又是 是繼續會好一點的 嗯 但是呢 就 仍然呢 是 去到 立下呢 立下就是五月五日到六月六日 這個月呢 都有點擔心的 因為那個衰氣又回到這兩個位 就是二黑五黃呢 又影響西南和東北 那所以呢 我們都仍然要小心 那真是過了這個 這個 立下到 忙中 這個日子呢 之後呢 才會好一點的 那當然 其實 會好的 就是應該 那個 這個 這個 pandemic 就是這個 Omicron 疫情 應該是一路路向好的了 那應該下半年呢 就比較正常一點的 下半年 就是另外六月打後 但是我們就不要說 不要想著說 現在已經是 一天 會 四月份內 應該那個 病毒已經消失了 就不會了 因為我們五月呢 都仍然要小心 但是五月 就 就是香港風水很麻煩的 就是五月 就是五月五號 直到六月六號為止 但是一般的 就不等於一定是病毒的 因為呢 我們 今年叫做任人年 那麼 香港這些年 六十年 我們看回六十年前的任人年 就是一九六二年 那麼 香港都有大事 一九六二年 就是溫代 那個 颱風 那 就是香港都死百多人 那 所以呢 就是 今年的 自然災害都仍然會有的 就是 打風啊 譬如美國也好 龍捲風啊 就是這些 所以你說 五月到六月 五月五號到六六號 是不是一定是病毒的問題呢 也未必 可能呢 真的有些天災都不定 你的意思是 疫情在今年到年中之後 就應該會 應該會越來越正常 正常 正常回到香港 是的 是的 我的問題就是 是的 我的問題就是 你的意思就是 可以正常一點 然後再來過 但是 你不會完全消失呢 我們就說不到了 因為 始終我們以前也解釋過 病毒是因為 2020年和2021年 是我們五行之中 完全是缺乏火的 因為我們 中國五行的信念 就是火才是開心的 火是喜慶的 水就是相反的 水就是恐慌的 所以 2020年老鼠年 就是我們進入水的循環 所以 引起 就是全世界有恐慌 都是病毒的恐慌 那 開心的東西就消失了 那開心的東西 就是譬如所有 娛樂 喜慶 就是婚姻 那些都不可以進行 那所以 就是 這個 玄學的解釋呢 就是說 你水多個頭 將那些火 令到它消失了 所以 變成了 我們是有這個 病毒產生 那麼 所以 我們就要等下一個火年 那麼 下一個火年 會是什麼時候呢 那麼 如果你計12生肖的循環 你去到蛇年才是火年 蛇年才是火年 蛇年就是2025年 哦 那麼 2025年後 就應該 病毒的問題 就應該完全解決了 那麼 但是 2025之前呢 都還有幾年的 但是 一定 就不會 好像 2020 2021 這兩年 那麼嚴重 因為2020 老鼠是全部水 金生水 那麼 2020 又是金 又是生水 那麼 那麼 一點火都沒有 那麼 所以呢 我們過去那兩年呢 應該是最差的了 那麼 那麼 其實呢 今年呢 從現在開始 那麼 那麼 結果呢 就是要等到真正 那種病毒是解決了呢 就應該是要真正火年來到 那麼火年來到呢 就是2025年 嗯 明白 那麼李家超先生 現在跟香港混合不合啊 你說 你說 我們就 看李家超呢 就是1957年 那就是丁又年 那麼這年出生的人呢 挺厲害的啊 那麼 那麼 因為丁又呢 就是叫文昌貴隱 就是說 啊 這年出生的人呢 就是 有頭腦啦 文昌呢 就是 學習快啦 那麼 那就是 又是貴隱年 貴隱年 就是說 他一生受人輔助啦 那麼 林鄭也是1957年 都是丁又年 那麼 那麼 李家超呢 很多人都覺得他 警察出生 會不會太過 就是 就是 硬直一些 那麼 其實你看法治 就不是啦 他是屬陰水 陰水是 貴醜一出生的 貴醜一出生 貴醜一出生 陰水呢 叫余露 余露呢 就是 就是 五行之中呢 是 最 溫和的 就是 最溫和的 因為 陽水 陰水 就是大江大河 大江大海 就是 脾氣 又不猛烈些 那麼 貴水的人 都通常 就是 抵得想的 貴水的人呢 比較溫和一些 和謙虛一些的 那麼 還有 貴水代表聰明 那麼 其實呢 這個 他的八字呢 屬雞 貴醜日 又是屬於 強的水 那麼 其實呢 跟我們 諸葛亮的八字呢 是很相似的 哦 OK 那麼 我們查回 古人寫的書 有一本叫《命譜》 就有諸葛亮的八字 諸葛亮呢 就是身有年貴醜日 那麼 李家超呢 丁有年貴醜日 那麼 大家 都是屬於強的水 強的貴水 那麼 所以呢 表面上 以為他是警察出身 他是 其實呢 你看到八字就不是的 八字呢 就有文略 文昌星的 就是丁有的文昌星 那麼 他的月份呢 就是 害月啦 那麼 有和害呢 是他貴人來的 那麼 所以 他叫強的水 就喜歡 這個 木火的 那麼 他現在 走著木火運 所以 他走著好運 越害 越自運 那麼 字是蛇蛇 又是他貴人來的 那麼 所以呢 如果 我們不知道他時辰 你只看他年 和月 和時辰 都是貴人 那麼 所以 還有文昌星 還有他又貴水 那麼 他這個人呢 就應該是親民一些 就是 應該呢 就肯 謙虛一些 就會接受人的意見 那麼 那麼 還有呢 最重要呢 他的八字 是喜歡木火 那麼 我們呢 就自從過去那兩年 水之後呢 就已經開始進入一個 木火的循環了 那麼 那就是 今年是 老虎是木啦 那麼 明年是 貴卯 都是兔子 兔子都是木來的 那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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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是 然後 月字 月字 就是木火 那麼 然後呢 2026 就 丙五 就全部都火 那麼 所以這些 這些四五年 全部都是他的用神 他的用神 就是利他的 利他的 所以他呢 應該是 可以做得穩定 做得穩定 對香港來說呢 應該帶來好處了 那麼 還有呢 他呢 就是 有 有 那八字 是有些 偏才的 偏才呢 偏才呢 是啊 他是丁友 他屬季水 陰水見陰火 叫偏才 那偏才呢 就是 就是 他都 不是說 完全不懂得 就是很多人說 他沒有做過 那些財經的事 那麼 我覺得他都 完全 不是說 完全不接近這些事 就是他有 那麼 所以呢 就是應該 對香港經濟來說呢 他民生穩定來說呢 我覺得是 沒有那麼問題 那麼 唯一呢 就是那個 明年 就兔子 兔子 和他的雞呢 是相沖的 因為他是熟雞的 就是 所以明年呢 是有 初初上手呢 是有些困難的了 嗯 但是 又會逢空化吉的 因為為什麼呢 因為他 兔子 是他貴人 嗯 因為他是 陰水 貴人 蛇 兔 這些是貴人 所以呢 他應該應付得來 那麼 那麼跟著過了兔子年之後呢 蛇煉就好了 蛇煉又是貴人 蛇煉是火來的 火是叫財 又是貴人 所以其實呢 可能 就是 不止香港 全世界來說 我們都看火煉回來呢 就 那個世界就會正常很多 還有呢 那個經濟呢 就會一直輕旺的 因為中國的起火呢 是起興來的 嗯 嗯 OK 這樣說一下 香港的 或者是 香港的 股市呢 因為我做財經的嘛 你覺得 香港 港股 今年你覺得怎樣呢 什麼時候適合投資呢 還有 有人說 可能會有股渣 你覺得有沒有機會發生呢 這一兩年呢 那我就覺得呢 因為 主要呢 就是因為 水呢 就是 不利股市的 因為 我們剛才說的 火呢 就是起興 那火起興的時候呢 就自然那些人有信心 有信心呢 就是經濟呢 就會活躍很多的 經濟活躍很多 也就是 入市的人呢 就比較多 就肯買東西的 那所以呢 我們自從 對上一個火煉的循環呢 就是 這個 蛇連 蛇連 是2013 2013 開始 一直打到 2019 都是有火的 所以 那個時代呢 我們的經濟是很 很蓬勃的 就是美國股市 升到下 那麼 一直到 水泥了 水泥呢 就是到 2018 開始 就有股災了 不是 2008 開始 就是 上一個股災 2008 就是 老鼠年 那就是 再來一個老鼠年 就變成了 這個pandemic 所以呢 老鼠呢 一直都不理經濟 但是呢 我們等回 這個 今年呢 照道理呢 就好過 過去那兩年 老鼠和牛年 好過 老鼠和牛年 因為老鼠和牛年 都沒有火 那麼 今年呢 都沒有火的 不過問題呢 就是 那隻老虎呢 是 熟木的 那麼 木裡面 是藏有火的 所以呢 就是 今年呢 是有機會 會呢 會 會 火呢 就會有少少 回氣 但是呢 始終呢 就是要等到夏天 因為火呢 到夏天 才是旺盛的 那麼 我們現在 就開始 漸轉入夏天 就是到5月 6月呢 股市就會輕旺 我覺得 但是呢 又不能夠 就說完全是 復蘇 因為 不是真正火年 因為真正火年 等到2025 那麼你 今年只不過是 因為有木 而生到火 那意思而已 所以呢 就是 我們要看 下一年呢 是有沒有承接力 因為今年 老鼠呢 那個火呢 就好一點的 因為老鼠是屬於羊的 羊的木 我們當作是一棵大樹 去看 就是一棵大樹 自然會生火 但是明年 這個兔子年呢 兔子也是木 但是這個木呢 就是一朵花來的 那這朵花生了多少火呢 所以 你明年呢 又會退回去 那因為 明年呢 是沒有什麼承接力 所以 我們覺得呢 今年下半年呢 是 股市會沉回去的 就是 年冬呢 夏天呢 就會好 但是呢 下半年 就會 納秋之後呢 就會回的 納秋就是 下月7號 那麼 回了多少呢 但是又 不會說很差 因為我們 最差的日子呢 已經是過去了 因為最差的日子呢 就是 老鼠年 和牛年 那些 那些 已經是 水最猛烈的 那個時候呢 就已經是過去了 那麼我們只是 一步步向好而已 那一步步向好呢 就是 2024 就 木呢 就 上了天桿 上天桿 就出了頭了 那麼 到2025呢 蛇年呢 這個貨就來了 那所以呢 如果 你只看今年呢 我就覺得 夏天呢 那幾個月呢 就會幾奉勃 但是 秋冬打後呢 就會 弱一點 但是我就不會覺得 是股災 股災 OK 好 香港的樓市呢 樓市呢 我都仍然是 覺得它會 挺住的 因為就是 我們看 今年是水 在上面 任人連 水在上面 坐著木 那 那 通常樓市是屬土 那土 黑水為財 那始終呢 是樓市的財氣在那裡 還有我們看 有些 跟地產有關的 那些重要人物 那些比較 譬如 我們看了 吳光正的八字 這個 李澤巨的八字 那這些是 熟水的人 熟水的人呢 見到木呢 是 水生木 木生火 就是說 它有機會賺錢 那所以 既然這些 這樣的 有錢 的人呢 它是 做到生意呢 就 今年都應該 是對他們有利 嗯 那接下來這些火 這些有錢人賺錢 因為他們熟水 見到火 就是財 OK 好 它都不是說 賺不到錢 木會生火 明白 因為我記得我之前都問過你 你覺得樓是 都不是 不是太大問題 是的 你之前一直都是這樣說 結果中的了 是不是 另外呢 很多人都說 會不會中美發生戰爭 我看到那些人說 不知道 很多人都說 可能中美這幾年 會發生戰爭 什麼印度神徒 都有這樣說 台海戰爭 我不知道是不是 有沒有看到 會不會啊 今年就是 不是太平的 因為我們 看回60年前的 老虎年 60年前是 任人年 就是中印戰爭 不是中美戰爭 還有呢 60年前呢 1962年呢 就是 這個美國和蘇聯 是真的幾乎打起核子大戰的 因為是古巴問題 所以 1962年呢 這個世界真是 不平安的 就是幾乎 幾乎打起大戰 但是你說中國和美國 會不會打仗呢 我就看 那個機會 台灣問題 今年呢 如果我們看錯英文的八節 就有些衝擊 就是 因為她是熟猴的 所以 今年 老虎是和猴相沖 所以 今年她是 可能 覺得很不安樂 很不穩定 但是 會不會打仗呢 我覺得不會 因為 照看 拜登的個性 就不會 不耗戰 就是拜登的人 比較溫和 她是 他就是 她是 弱的 弱的陰火 陰火的人 通常呢 就是多受盛感些 比較感情 就是 有的心點 所以拜登今年你見到他表現是OK的 因為他熟弱的火 有隻老虎支持他的火,他就活弱一點 老虎是一木 但是你說他會不會一直都好下去呢? 因為他的火真的弱了 尤其是他年紀又這麼大了 我就覺得由今年下半年火開始退的時候 他的身體都會很差的 我覺得他有機會明年,即是2023年 就有機會退位也不一定的 終於 因為今年是一個好的年來的 今年老虎對他很有支持的 但是當那個支持力一退的時候 到明年成節力又是跟股市一樣 成節力不夠的時候 他就變成會掉下去了 掉下去就變成會做錯事 或者是會身體受不了 所以明年有機會 Kamila Harris會上台 是嗎?OK,好 那麼非常多謝 因為其實我很喜歡聽師傅說話 因為你有很多理據的 就是火、木、教我們上行 就是怎樣你也能預測到這樣 而不是一個很虛無僑無的 可以了,會發生戰爭 又沒有選什麼原因 那樣的 今天很感謝盧師傅 解釋一下今天香港運程 全世界的運程等等 謝謝你師傅 謝謝,謝謝 謝謝